針對H1-2禽流感疫情的發燒 不僅是讓民眾心驚驚 最直接影響的莫過於這些無奈的機農 還有餐飲業者 一起來看看業者怎麼看待禽流感 這剛烤好滋滋作響的烤雞 讓人看了是口水滋滋流 在這禽流感肆虐的敏感時期 眼前這美味的佳肴 他還會讓您食指大動嗎 在台東以打響知名度的這間機場 也是由早期知名藝人經營 他雖然拍胸脯保證 對自己的機支有信心 但是無奈生意還是受了很大的影響 這就是我們台東的放三家 對 所以根本不用怕情流感 不用怕 以前有碰過這樣子的 不要生意不開國後的走空嗎 我才很突然 我聽到就都頭條 我聽到就頭條 我聽到就頭條 我從頭到頭就冥重 我會 無燃到就沒有接力了 這邊對我們的影響如何 影響差不多一萬 平時一天收兩萬 這次差不多一萬 那萬人是怎樣 萬人大家怕不怕 他就會怕 哎呀 瘦肉精喔 什麼情流感喔 唉 這個 頭痛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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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養生 健康是現代人注重 希望這股情流感話題 能快快解決 讓民眾吃得安心 也讓業者重拾信心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